音乐 音乐 我其实昨天 我有一个很感人的地方 我看到我的小朋友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儿子 躺在她的BB床里面睡觉 然后她自己拿着奶奶在那里喝 然后我就看到我女儿 冲到我儿子的房间 她拿了一本书 然后我当时很下意识地 我是觉得她想拿那本书 给她弟弟 跟她弟弟看书 讲故事吗 因为她们两个私下 会有一些这样的互动 但是我没想到 我后来也把它录下来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 我儿子躺在BB床里面 我女儿站在她的边上 拿着一本书 因为她有个栏杆 我女儿把手放进去 然后给她删过 但其实我女儿 你别看她三岁多 她很懂事 很窩心的那种 特别的贴心 这些东西 我从来没有教过她 但是有可能在我儿子 平日睡觉的时候 我有这么给她删 她有见过 妈妈是这么做 所以她有效仿妈妈的行为 去照顾她的弟弟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 真的就是像浩铭说的吧 小亲人小年儿 特别的贴心 对 我觉得这个不单是 可能平日看到妈妈这样做 我觉得她是吸收了妈妈的那份爱心 那份爱 她就觉得 我都感受到 我应该要这样去吃弟弟 她就像我女儿 她就会吵了 我女儿就会吵了 她肯定会吵我 但是你说起来也很吵 我和我女儿都是11月30号 同一个星座是同一个星座 就是同一个星座 就是吗 但是这样的话 她以后 我希望她也会是个很小女人 被男人去呵护的 不要像我这样 因为像我这样也会很累 天天要去照顾不同的人 可能她会不累 她就像你这样 很享受 她可以很有全能地管理很多事情 我知道你最近和浩文 也在内地的一些电视台节目 其实你自己会不会… 角色由母帝儿、太太、现在妈妈 会不会再出现一个角色 就是幕前的演员 或者是母帝这样的样子 会不会再回到幕前 让我们看到你们 应该不会吧 太好了 因为我这个问题 我曾经问过浩铭 我觉得浩铭很可爱 我以前问过她 我说 嗯… 有…我身边的有一些 之前我… 朋友资源吧 也可以说是她们有找我 想我 请我给她们拍一些服装画册啊 或者是帮她们做一些品牌上面的 所谓的一个合作 带她一起来做一些推广那些 比较轻松一点的合作 对对对 浩铭就说 你很缺钱用吗 哈哈 然后她就问我 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想 也不是啊 浩铭就说 那你去干嘛 我就说 我朋友想我帮她一起做 浩铭就说 我觉得 你如果是为了赚钱 你可能赚的有我多吗 她说 啊 这样 我说 不会 然后她又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 那如果你要做所谓的台钱 去做这些摩斗啊 或者拍画册 做拍杂志 做这些东西的话 你是为了出名吗 我想了一下 我想 嗯…也不是 她说 你再有名 你可能有名过我吗 哈哈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一辈子没希望 我绝对没希望到那天 搞不懂回来 首先 因为她不会 首先 丢不到她的支持 其实 她会觉得 是很嘎笑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我老老实实 我觉得做幕后比较好 嗯嗯嗯嗯 她已经切切底底的 已经打倒你那个想法了 对对对对对 她已经完全把我战胜了 嗯嗯嗯 已经在料理去做做你 现在的什么 表演的员水工作 对对对对对 所谓目前的那些摩特 或者是 所谓那些拍角色 拍杂志 那些 就我已经没缘了 但回来说 那算不算好文 其实是否自己一个大男人呢 我没说没说 但有大男人 寻着的女人 通常都很幸福的 这个我知道的 这也是我知道的 那我也最后一个问题 问一下Lisa 有三個小朋友,有姐姐,有弟弟,有妹妹 還會否打算再加一個新的小成員在家裡呢 還有沒有想過 我覺得首先我會排斥 因為小朋友對我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他們 我覺得特別是自己生的 你怎麼看他們都會覺得很… 對,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對於我跟浩米的心態 就是一直是緣分 只要有緣分來 我不會把緣分拒至門外 所以一切還是順其自然 就像我之前的三個 我從來沒有說 我一定要三年生三個 這是我不停地在做計劃沒有的 我覺得一切都是來得很自然 好幸福 幸福也就是這麼自然地發生了 我覺得幸福就是自然 明白 太好了 這個是在給我一個很夢幻的訪問的時間 不過呢 今天就很感謝Lisa 謝謝… 我們來到做我們的訪問 希望接下來也會看到你家 仍然保持著 都是這麼開心、這麼簡單、這麼幸福 謝謝… 謝謝…